还有两天想想办法吧 爸爸就要给大家见面了 在陆陆续续的预告中 大家被七威的女儿Lucky给蒙到了 小Lucky不仅长得和妈妈一样 性格也特别活泼 不仅爱化妆品 各种表情包也是可爱的爆棚 分分钟阿姨的心就被Lucky给融化了 连小编看呢 也是对Lucky喜爱的不得了 这是小Lucky第一次的综艺首秀 光预告片就已经很期待了 然而在爸爸独自带Lucky的这24天里 各种状况也是不断 先是小Lucky的眼睛受了伤 接着又带着Lucky挤地铁 除此之外 在最新的预告里 小Lucky又发生了怎样的趣事呢 一起来看看吧 视频中李承轩给大家分享的女儿的爱好 原来李乐奇的爱好 竟然是喜欢空的东西 在八九个月的时候 不管是用完了化妆品盒 还是用完了口红盒 任何拧开再转伤的东西 小Lucky都喜欢 Lucky宝宝这是留着空瓶 将来做化妆品用的吗 哈哈 这一次李承轩专门给女儿 带来了好多她喜爱的空瓶 真是个贴心的好爸爸 虽然严厉 但是女儿喜欢的东西 那是一定要带在身边的 视频中清晰地看到地上满满的美妆袋 小Lucky这是有多暧昧啊 满地都是 妈妈还在一旁给Lucky扎头发 时尚从小培养啊 虽然地上比较凌弱 可一家人的画面很温馨 李承轩说完这就是Lucky的特色 女儿直接来了剧 对啊 直接吓了爸爸一跳 哈哈 好霸道的Lucky 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因为这是一次爸爸单独带娃的经历 意识到妈妈即将离开后 小Lucky追着妈妈聊抱抱 情绪崩溃大哭了起来 看着真是心疼啊 最后爸爸还是哄好了女儿 和妈妈挥手告别了 戴着小墨镜的Lucky 真帅气啊 在录制中 小朋友们要单独完成任务 第一次单独行动的Lucky 恐惧到崩溃 哇哇地痛哭起来 这么小的年龄 独自行动 的确是有些害怕 最后离开的时候 还时不时地回头望着爸爸 小Lucky委屈的小模样 真是让人心疼 宝贝 坚强点忧 来到一家衣服店 小Lucky 左挑右选 都觉得不好看 这小小年纪要求就那么高忧 将来一定比妈妈还外眉吧 第一次来到沙漠的父子俩 兴奋的要飞起来 词